12月16日,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2020年新年招待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招待会 黄坤明与出席招待会的中外嘉宾进行了交谈 他表示,新中国70年一路走来,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的广泛支持和帮助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在关注报道中国,增进中国与世界沟通理解中做出的积极贡献 他说,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中国人民总体上摆脱绝对贫困 实现全面小康将成为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希望外国朋友继续关心支持中国发展 更加深入了解中国,聚焦中国人民美好生活 体悟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 将所见所闻客观全面地介绍给世界 搭建起民心相通的友谊之桥 中宣部副部长,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林在致辞中表示 国务院新闻办将与各界朋友一起努力 把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为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做出积极贡献 中外媒体界人士、中央和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 部分外国驻华使节、国际组织代表等四百余人出席招待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可不可幻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